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所谓的这个文化差异的悬殊 因为我常常看一些各国的这些所谓的诗 像欧美有所谓十四行诗 还有莎士比亚的那个作品里面有很多诗 古典文学里面都有很多诗 还有中国的诗词歌赋 中国的诗词歌赋我都很喜欢 可是日本的牌具我没办法欣赏 欧美的十四行诗英文我也没办法欣赏 就算把它翻译成中文其实已经大诗齐趣 为什么 因为诗词歌赋都有押韵 它押的是当地的韵 比如说英文押的是那个英文 Anglou Saxon的这个方言 那日文的牌具是什么 他们念起来很有味道 是因为他用日文押日文的韵 这个押韵的后面就有很深的文化的那个背景在 你没有那个跟那个文化有共鸣点的话 你根本就没办法进入 以我来讲我就没办法进入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那个 我看到一个影片 就是人家日本人在聊聊到日本的牌具的时候 都会讲到有一个人叫松伟芭蕉 松伟芭蕉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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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日本诗人 那这个松伟芭蕉写很多的牌具 日本人可能他们的那个 日本的那个文学书上面 学校教科书里面 大概都会引用他的诗 就像我们台湾 像我们中华民国的那个国文课本里面都会引用 李白杜甫白居玉这些人的诗 因为这些诗都是朗朗上口 为什么朗朗上口 就是押韵嘛 而且他他里面的那个寓意很深 同样的日本的那个松伟芭蕉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人家日本人只要一讲到说你要懂诗 那就会拿出松伟芭蕉的诗来 比如说欧美的这个讲到十字行诗 又是什么罗曼罗兰 又是什么这些拜伦啊什么 讲了很多很多人 可是我拼死吃河豚的看过 但是我没办法完全没办法融入他里面的讲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中国人还是就像这个情绪就像什么 我们吃我们本国的这个风味 地方风味的那个饮食一样 你硬时要去要去吸收那种文化 我是觉得恐怕有很有困难 我举个简单的一个测验好了 这些十字行诗或者是 实际上是英文的嘛 或者其他文字 或者俄文的好了 俄文有很多诗人 你把它翻译成中文之后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完全没有那个味道了 所以你想要了解那个文化的话 你除非你把那个文字 还有他的文化背景通通都熟悉之后 你可能才能够进入情况 同样的外国人想要进入中国的诗词的歌赋的境界 我想也是困难重重 非常之困难 连中国人要进入这个状况都很难了 因为你必须要认识字 而且你必须要能够有相当的相当的联想能力 你才有办法进入这个诗人的境界 同样的教日文的老师 我刚讲那个十字行诗是教英文的 你去看看初中的英文老师跟高中的英文老师 有没有办法跟那个同学们介绍所谓十字行诗的那些的优美之处在哪里 我想没有能力 可能到了大学之后 如果是学的是英语系的 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我也很怀疑 同样的日文也是一样 那些排剧我不知道 我至少我学过日文 但是很简单的日文 入门而已 但是如果大学日文系的学生 是不是会去能够了解那些排剧的 欣赏那个排剧的深刻的内容呢 我也很怀疑 因为你没有深入那个文化的深刻的理解 深刻的体会的话 我想这些诗都是高来高去的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个人认为 文艺的欣赏文化差异是非常之巨大的 这个情形就像我们要吃那个 像以我是湖南人来讲 祖籍湖南 我是无辣不欢 可是其他的省籍的人 他们吃这个我们的食物 你是吃辣椒还是吃菜 那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无辣不欢 可是人家有一点辣 他就受不了 就是这样 那同样的这个文化差异就是这样 以上跟各位分享 不用削足势旅 强不知以为知 就是这样 如果说有人跟我讲说 松尾芭蕉 我知道几句 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 因为年纪大了 可是他的那个诗集 我都看过 看过之后 从这边进去 这边就出来了 没有任何的这个印象可言 那那些十四行诗 我根本 我看都有文字障了 我还会去了解 它里面的优美之处吗 所以这个 我个人就认为说 还是本本分分的欣赏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吧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